兩個奧來啊 你是多胖 我們兩個都一樣 你沒比較胖或沒比較吵 當時是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要記得這一幕 你以前覺得我是見不得了的 就割了 啊 我們兩個 所以 會長 都這麼嚴重嗎 不就這樣子抱一下子 結果黃國昌就變咒死之地了 我跟你講 我從現在開始 我真的從內心裡面 開始對韓國瑜改觀 什麼叫改觀 連你都改觀了 真的 我現在非常佩服他 你知道嗎 他這一招有多厲害 以前在2019年的時候 哇塞 黃國昌是把韓國瑜罵多難聽 我還特別把文章找出來 他說 這是腐敗的政治 你韓國瑜跟李嘉芬 你們兩個利用立委跟議員的職權 都用國家的機器特權牟利 然後幫你岳父土利 哇塞 然後結果後來他罵了這一大段之後 那時候韓國瑜就很生氣 2020年的8月4號 叫律師去告他啊 然後去告他完之後呢 結果黃國昌就在影線看到 有沒有 當時是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要記得這一幕喔 不要再說謊了 嘿嘿 要記得這一幕 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結果後來那個 黃國昌就告他之後 黃國昌又再次呢 在他臉書上寫說 你真的是 爛右爛訴啊 就是說這個有什麼好告 你根本告不已 你有所出來辯論啊 出來辯論啊 結果後來韓國瑜一樣不理他嘛 結果後來隔了2021年之後 整個千節就沒這一回事 問題是沒有這回事 你當時的態度 是我是彭哥 你是傲來的 然後罵韓國瑜 你傲來的給彭哥 傲來的給我 結果現在 傲來的去告我彭哥 彭哥馬上變傲來的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 我還夠被傲來的 對 你以前嫌我髒的耶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超厲害 你以前是瞧不起我的 你以前是嫌我髒的 你以前覺得我是見不得人的 結果咧 我們兩個 所以你說韓國瑜是故意的 當然是故意的啊 記不記得 我剛剛提到 當時是十 你看 整個啊 你誰把我吵 誰把我吵來啊 你是多香 對 就是這樣一幕 所以為什麼叫做 千古傳奇的畫面 我個人也覺得是 他根本不需要跟你韓國 那個 韓國昌在辯論 他根本不需要跟你大小聲 我只要透過這樣一個擁抱 告訴你 你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對 我們兩個都一樣 你沒比較香 我沒比較吵 你沒比較優秀 我也沒比較在地下 你不是瓶瓶瓶 我也不是澳瓶瓶 就是這樣 一個畫面 把所有事情的倒進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畫面的時候 我真的下巴快掉下來 後來我朋友就跟我說 你要記得你剛剛錯過 我說我剛剛錯過了什麼 他就告訴我 他就傳過一個畫面 就是說他們那時候要進去的時候 然後黃國昌引入嘛 結果他們那個國民黨在三樓 然後時代力量在二樓 他們會先進過時代力量 結果後來那個韓國瑜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他在時代力量 那個 他的辦公室門口還稍微晃了 看了一下時代力量的招牌 對 然後黃國昌就把他說往上 往上 往上這一層 那什麼意思 我黃國昌已經更上一層樓了 時代力量已經變成時代眼淚了 昨日黃花了 換句話說 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當時是用高姿態來道德譴責你 韓國瑜 結果現在更上一層樓的黃國昌 然後帶著民眾黨 然後帶著那個韓國瑜 上去之後 但事實上透過那個擁抱 反而告訴全世界的人 你不是捧狗 我也不是奧利亞 我們兩個是一秋之河 羽鳳 是 休息人家 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敵人 只有永遠的利益 今天看到這張照片 也太寫實了吧 而且你說 這就是江湖 對 今天看這個照片 可以看到韓國瑜非常的衝動 非常的熱情 直接爆上去 可是這個東西可以看出韓國瑜 真的是江湖的歷練非常的深 這是江湖 想想看 這個黃國昌 他是怎麼成名的 怎麼上位的 用咆哮的語氣 殺了誰 殺了韓國瑜 一路殺 一路殺 然後把自己推到最高點 你看到今天這個大 一路把他摸 摸 以後你再怎麼嘲笑 以後再去殺誰 以後你的小草會怎麼看你 今天民眾黨把這個黃國昌吹出來 當這個喬老街之後呢 以後沒了 以後你就是來負責跟人家喬的人 你就再也不適不適合 你不要在網路上面 太誇張了 太離譜了 你再喊就沒有用了 因為你已經被收編了 他角色轉換了 對 以後你要找誰去殺 你要找黃康珊去殺嗎 你要找後面神道志去殺嗎 沒有了 民眾黨沒有負責 以後你在網路上面 你想要再話罪的跟當 就沒有了 跟我殺民進黨可以啊 已經給弄下去了 所以殺民進黨是一個方向 是可以的 但是以後你要去殺國民黨這些 或是你以前殺 以前他殺韓國瑜是怎麼殺 越殺聲量越高 越殺聲量越高 而且國民黨有個好處 不會反手 不會反手 今天大家都在講說 今天就是民眾黨最快樂 最光榮的 你看兩個大的黨團 兩個大的公司 都來這個地方 好像你今天當大哥一樣 但其實我看的完全不是這樣 你看什麼 你看喔 以前喔 如果要有人通緝犯 要負責公司去殺人 會拿到一筆安家費 然後呢 在他動手之前 極盡光榮 小弟就變大哥了 你在動手 殺人繼續關之前喔 誰都要來拜會你 誰都要來把你殺死 真的嗎 為了公司做事 你看今天民眾黨就是這樣子吧 把國民黨叫來 哎呀 國民黨就來了 對 民進黨叫來 民進黨就來了 蔡其昌這個樣子 像是來開會的嗎 小弟去出任務之前 對 小弟決定出任殺人開槍之前 沒錯 所以我的老大都會跟你挨殺死 挨殺死一下 你看蔡其昌不想來也來了 你看這個臉 臭噗噗 你覺得他今天是來開心的嗎 那就是知道說 今天就讓你帥一下 你今天民眾黨最後的榮光 小弟殺人之前 最後可以爽到什麼時候 2月1號 你想想看 真的假的 這個我看就是這樣子啊 你看喔 一個人 就 誰會去抽到這個生死籤 一直在這個裡面 沒有太多角色的人嘛 那你今天 就是讓你帥到2月1號 2月1號 你今天這個8張票你要怎麼投 你今天8張票投完之後呢 以後這種場面再也沒有了 再也沒有了 沒了 小弟你開完箱之後呢 你只能幹嘛 坐牢 坐牢 你已經進去關了 那這個刑期也串述完了 刑期就是四年有期徒刑 這四年在立法院 民眾黨 玩不出新花招了嗎 真的假的 民眾黨沒招了 你今天來看一下 你今天也叫這個 藍的也來 也叫綠的也來 那藍的綠的都來了 你就要票怎麼投 你要是兩邊一人投四張 你也不用玩了 你今天要是投藍的 以後你就是小藍 投綠的以後你就是小綠 如果你今天玩得更 更玩皮一點 你這8張兩個叫來了 我投自己 你要不要整個笑而已嘛 對啊 你這XX都給我虧醒啊 所以那今天來講的話 玩到什麼時候 玩到2月1號 So 我現在收到 很多人傳這張照片過 大家都嚇死了 什麼時候看過 黃國昌笑得這麼燦爛 什麼時候可以想到 韓國瑜跟黃國昌兩個 可以擁抱在一起 而且 不但是他們兩個擁抱在一起 旁邊的人都笑開來了 而且誇張的是 如果你去對比 民進黨同樣都去拜會 整個場面 碰到國民黨進去 大家都笑一眼阻開 可是你看 在民進黨進去以後 大家如上考筆 沒錯 市長民眾黨這一次 他到底立法院院長要支持誰 我們可以把它說是 民眾黨之前有所謂路線之爭 路線之爭 路線之爭來說 到底我們要這個跟藍合作 還是要跟綠合作 這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跟綠合作的話 一般都說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比較阻撓 跟這個藍白河這個狀況 然後跟藍合作來說的話 主要路線是由蔡壁如 我們之前講過 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民眾黨路線的這個戰爭 路線戰爭 對 但是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兩個畫面就出來了 他們這個黃國昌 還有他們立院的黨團 分別見了這個韓國瑜 還有見了游錫坤 這畫面來說的話 你一看就知道說 未來民眾黨的路線 其實可能會非常非常清楚了 路線出來了 對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 早上他跟這個韓國瑜見面的話 你看兩個人非常開心的這個見面 你看 不只是韓國瑜開心 江啟臣開心 然後你看 連旁邊的陳昭之跟這個黃珊珊 其實都相當的開心 可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畫面 下午跟這個游錫坤見面的時候 你看完全都冷冰冰 我們看 你看黃國昌的表情就不一樣了 那你看游錫坤在那邊苦笑 那你看蔡其昌是已經整個臉 根本笑不出來 相當相當的臭啊 那你可以看到 這好像是說 我強迫背到這個地方來賠笑的感覺 而且後面有一隻把槍 把他壓上去的 對 那你看到黃珊珊的表情 或是像陳昭之的 其實都跟上午非常不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比喻出來 一個是冷冰冰 一個是熱烘烘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最有趣的一個對話是 韓國瑜去了以後 不是跟大家擁抱嗎 是 擁抱了以後 那下午游錫坤去了以後 他也說那黃國昌跟大家擁抱吧 要去跟蔡其昌擁抱的時候 你看 蔡其昌馬上就很冷 對 蔡其昌馬上講 我只跟我老婆擁抱 我不抱別人 對 你看上午的時候 最當然大家 抱成一團 大家最有心的就是你看 韓國瑜跟這個黃國昌 兩個抱在一起的這個狀況 果然印證了政治上 沒有永遠的敵人 保證2020年的時候 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他是怎麼K韓國瑜的 對 他還到他們的SARS場說 這個是腐敗政治 我們要徹底剷除了 結果他還被韓國瑜告 不是還講說有一塊農地 對 農地下面全部都是他們家 丟的所謂的垃圾 對 結果他還被韓國瑜告 結果兩個人還有官司 結果沒想到 現在他們兩個居然可以抱在一起 而且笑得還這麼開心 那下午的時候你看 這個 蔡其昌就去了嘛 因為早上他們抱得那麼開心 他想說下午在裡面比照辦理 蒼蒼可以抱一下 就黃國昌跟蔡其昌兩個 可以抱一下 上午是果果 下午是蒼蒼這樣可以抱一下 結果沒想到 蔡其昌算是我的好朋友 我這個朋友也太慘了吧 對 結果沒想到蔡其昌 誰比到嘔嘟嘟 他整場坐在那邊 幾乎是沒什麼講話之外 你看最後要抱一下 沒有不好意思 我通常只跟我老婆抱 你看連握個手 就握個手 對 而且還這樣很尷尬的表情 所以你看從上午跟國民黨的這個會面 跟下午跟民進黨的會面 你可以看到出來 其實民眾黨的路線 如果從我們客觀的感覺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 應該民眾黨的這個選擇 應該心有答案了 好 說你講說外好人看熱鬧 內好人看門道 這個當然講是熱熱鬧 那大家覺得很有戲 可以說最恐怖的是 黃國昌丟出來了一個單一招尾 單一招尾如果那個真的代表 其實你不能講說 他到底是白綠核還是白藍核 他真正關鍵是 到底民眾黨是反綠優先還是反藍優先 如果是反綠優先 你就看到反綠優先的大起是蔡壁如 反綠優先的大起是黃國昌 兩個人 黃國昌今天占到了西位 黃國昌今天感覺已經足道 足道了以後 是不是一個反綠的大起已經張起來了 反綠的大起張起來之後 他又丟除了一個單一招尾 而說這個單一招尾 是對民進黨來講最恐怖的打擊 沒錯 事實上這個黃國昌 在這裡已經拋出一個 國會改革的另外一個關鍵 就是單一招尾制 他今天講到說 之前有所謂一個委員會兩個招尾 他說兩個招尾就是淪為什麼分章 他說我們要強化整個立法院的政治來說 要單一招尾 單一招尾制來說 其實這個所謂爭議非常大 你知道民進黨內也沒有統一的聲音 結果你知道這個後來呢 尤錫坤要報會的時候 尤錫坤同意了 他都丟出了這個四項改革 四項改革裡面有一個第四項 其實前三項都大家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第四項可以說是 踩到了民進黨裡面很多人的紅線 所以就是朝建立常設委員制 單一招尾制度 那因為他這樣 他就說我以個人身份表示贊同 你說我寫完了以後 趕快說是個人身份 對 那下午馬上就有很多民進黨 相關人士就說 你乾脆吃了這個力 開炮了 開炮 開炮像這個尤錫坤 所以你知道這個法案是相當相當 民進黨裡面都以為很多意見的 結果沒想到 這個黃國昌丟出這個意見出來 那難道呢 他要跟藍寧互相的合作嗎 因為為什麼 因為假設單一招尾真的通過的話 未來國會多數黨是有可能全拿 就贏者通拿 我每一個招尾都是我可以當的這個招尾 所以你說如果今天民眾黨加上國民黨 他就是絕對多數 絕對多數以後 如果是美國委員會只有一個招尾 這個招尾就會被國民黨跟民眾黨全拿 如果被國民黨跟民眾黨全拿之後 未來民眾黨在法律案 在預算案 在人事案 在所有的法案上面 你都沒有提案空間了 對 應該是說在法案的這個 招尾可以排法案的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的時候 其實招尾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可能他在立法院的表現上面來說 就會顯得非常的這個致愛的這個狀況 甚至國會因為權力很大 可能這個行政權就會受到牽制 所以有人就說黃國昌丟出了一個毒蘋果 說這個很糟 我們要這樣子來做 那這樣來做的話 當然我們早上他們跟國民黨是談得非常開心 雙方是不是對單一招尾有相關的這個政策 我們不得知 但是你從下午 所有民進黨都開炮開網 有習慣你就知道說 很多民進黨是認為不行的 不能這樣做的 也差太多了吧 對啊 所以看起來就是藍綠來講 民眾黨是對韓國瑜來講的話比較熱情 而且雙方面比較發自於內心的歡迎 那其實對綠來講的話 就有點比較大家比較乾淨 相敬如兵 比較僵化一點嘛 你看那個屬於比較應酬式的一個天單 但是今天韓國瑜去報那個黃國昌也太誇張了吧 韓國瑜本來就是很誇張 所以韓國瑜的誇張才有榮兵的效果 榮兵的效果 韓國瑜把他三個人站在那邊對不對 他們的那個鐵三角 對 民眾黨的立法院鐵三角 你看有沒有 效能這樣都散散 成招之黃三三 黃國昌 對 你看那個效能 你看那個令人感動 對不對 韓國瑜是一個高手 韓國瑜在這個感動這個 你說完之後對是高手 對 對 對 這不簡單 成功的達正 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就2月1號沒有什麼懸念了 這韓國瑜了 應該就是這個 韓國瑜跟江啟臣擔任院長跟副院長 可是他本來不講說 你今天民眾黨的巴西根本無足輕鬆 可是這藍綠兩黨都來朝聖了 沒有 無足輕鬆的說法 大部分是綠軍的說法 藍軍沒有講過這句話 而韓國瑜從頭到尾都非常配合 民眾黨的節奏 包括他的政策 還有他今天要尊重小黨 要幫助小黨 韓國瑜講得非常的 今天的大器 我有看他的說法 他基本上釋出非常多的善意 他已經把這個民眾黨 把它捧在手上 捧在手上 歌呼在手上 你看擁抱完以後 那以後民眾黨在韓國瑜當這個所謂的院長的時候 可以呼風喚雨嗎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要被照顧嘛 韓國瑜講得要照顧小黨嘛 對不對 第一個是被定位成小黨 就很憋啦 你們背就碎寒耶 對不對 沒有大寒 第二個 韓國瑜要照顧他 我都不知道韓國瑜拿什麼東西照顧他 原來照顧他很可能就是招偉 因為我覺得他們最後的談判的決策 是看招偉 如果在招偉沒有進入實質談判的話 在投票前沒有講清楚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連招偉都不會讓 因為這個很現實利益的關係 所以換言之講 如果他們當天的投票方式 當天投 如果不在第一輪投下那8票的話 給國民黨 我認為國民黨連招偉一期都不會給他 談都不用談了 你沒跟他瞧好啊 你給票給得扭扭捏捏捏不上路嘛 你不上路的時候 我們就大家就動作模啊 因為到最後的談判招偉是誰來談判招偉 那這邊的傅崑奇談判 傅崑奇為什麼不跟你客氣 傅崑奇的招偉是來自他各個黨內同志推選出來的 大家就慘不高 罪不勞 就照不走 那你就大家拚嘛 是 所以那當然還會有一些談判空間 不過說硬到那種 完全要搞得見拔弩張 所以關鍵在第一個2月1號的投票 第二個是投票後的招偉 這兩個是主要主題嘛 那這兩個有沒有幫斗黏在一起談 我看這個樣子是沒有 看這個樣子是因為都公開了嘛 沒有密室協商嘛 因為國民黨也不願意密室嘛 沒有人願意密室協商 不敢跟你密室協商 就是柯建民講的 誰敢打電話給他 嚇都嚇死了嘛 所以這搞到沒有信用這個東西 很難搞 因為柯文哲不快點把他的信用建立起來 真的搞到這個以後的東西 沒人敢跟他談了 沒有辦法談 因為台灣不知道你會不會變什麼樣子嘛 所以這個不確定性太大 民眾黨沒有把他自己的信用 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確實建立起來 玩來玩去 玩來玩去 搞到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就是一個不確定的變動因子的話 逼到國民兩黨去做實質的談判跟合作 所以民眾黨會變成被孤立化 甚至於被甩鍋 好 那今天黃部長也丟出來說 現在招委 美國委員會招委這兩個 他說我去搞一個單一招委 有一個單一招委 如果國民黨真的敢接這個招的話 他真的可以逼著未來民進黨在立法院 人事前 預算權 法律 把所有全部都被卡住了 有那麼好的事情嗎 沒有嗎 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先問你嘛 國民民進黨有多少次的機會 在國會市區絕對優勢啊 上一屆不就是一樣嗎 他為什麼不願意改成單一招委啊 他改成單一招委 讓所有小黨死光光 國民黨死光光 他為什麼不願意做呢 為什麼 因為做下去的後果不堪設想 變成在立法院內沒有和解 只有衝突 那只有衝突的立法院 你覺得這個在野組合 在野聯盟的這種鬆散 不確定的合作基礎 能夠控制到 能夠有確保他的利益嗎 那黃國昌為什麼要丟這個東西 那黃國昌的 他是提議 他倡議這件事情 那些是有的 酒爪白人戲啦 他是建議國民黨去殺人 酒爪白人 你去帶人 你殺完以後你去關 然後我去分錢 黃國昌是酒爪白人戲 因為很簡單嘛 如果單一招委那麼好 民進黨早就幹了嘛 對不對 民進黨掌握的優勢情況之下 都不願意搞單一招委 你現在兩個合起來的優勢 我跟你搞單一招委 你隨時給我翻臉 你不高興的時候 你又跟民進黨 跑去跟民進黨合作 你又好回去怎麼辦 這個事情是嘴巴講講 而且這個壞點子 這個壞點子非常壞 你說這個壞點子 不是 我認為這個點子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 當然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就是想刷狠嘛 這表示我敢狠嘛 就是耍狠而已 他除了耍狠嘴巴壞以外 一點效果都沒有 因為沒有人會買單 這個買單下來不堪設想 對 這個會就會貪心不足舌吞向 然後自己會惹一身麻煩 而且你沒有能力去阻擋 民進黨的攻勢 對 民進黨還有司法權 你不要搞錯了好不好 剛剛今天賴清泽怎麼樣講法 怎麼樣要求他立法委員 那個多狠的招都出來 多清廉 清廉什麼意思啊 他清廉就是告訴你說 老子當總統的第一個會期 的初期告訴你就是要用 反貪腐 反貪腐到底吧 我們預料的東西 沒錯 兩個禮拜前我就講了 賴清德的第一招是反貪腐 今天就牌打出來 你民眾黨這些 你一大堆人的這個 比賈蘭丁點 還有一些前面 在台北市政府的前案 就淑慧坐到這邊 還擦不乾淨的屁股一大堆 到時候怎麼辦啊 你現在還敢出這種 那麼狠的狠招 你一下就要自民進黨於死地 我會讓你活嗎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 今天王國昌丟這個單一招位 真的是不懷好意嗎 他真的是借刀殺人 想借國民黨的刀去殺民進黨 但國民黨不會上當嗎 他不是要借刀殺人 他是要不斷地被拜託 不斷地扮演關鍵的力量 對民眾黨來說 他整個崛起就是只有一個角色 什麼角色 藍綠豆 然後他從中取利 他不斷地說藍綠惡豆 藍綠惡豆 但是事實上最希望藍綠豆的人 就是民眾黨 就是柯文哲 藍綠在爭總統的時候 他就出來說 看看誰我要幫誰 我當選沒有可能 可是我有決定的可能 讓誰敗選 而且我要推倒藍綠高強 對 那個時候我記得還在選總統的時候 民眾黨的公職人員就在節目上說 我們知道阿伯沒有機會當選啊 可是我們有能力讓別人不當選 後來柯文哲自己也這樣說 所以這是總統的時候 藍綠豆 然後白就在旁邊說 我要看誰 再來 政府院長的時候也是 他現在又擺出說 藍綠豆要來求我的幫忙嘛 因為藍綠都想要這一個 政府院長的龍頭 所以當這樣的時候 民眾黨才有存在的價值 那招委也是一樣啊 現在有雙招委對不對 那如果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說 不然你一個我一個嘛 我52你51嘛 所以我們每一個委員會 剛好都勢均力敵嘛 民眾黨呢 就沒得完了 民眾黨就變成角落生物啦 你們看一下我啊 不用看你啊 因為我們一人洗剛剛好分啊 所以他要主張單一招委 藍綠再一次搶破頭 然後每一個委員會 就要去拜託民眾黨說 這一次你支持我啦 這一次你支持我 所以他又有八次 八個委員會可以去 扮演關鍵的力量 所以如果藍綠沒有鬥 藍綠沒有爭的時候 那民眾黨就是巴西 他就沒有空間了 連十分之一的這個力量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他要莫名其妙 推出單一招委 事實上單一招委對小黨 是極之不利的 因為過去像民進黨這樣 一黨獨大 又單一招委 我每一個委員會都是我招委 國民黨根本輪不到招委 吳欣穎也輪不到招委 正是因為有雙招委 所以民進黨才不好意思說 我一個人專包 才會有一些委員會 國民黨有機會 民眾黨有機會 所以如果是小黨 腦袋清楚的 絕對不會推單一招委 因為那他每一個都沒有啦 他就變成說每一個都拜託人家 又要玩以小吃大 所以他只能分而十之 他明明在這個文會只有一席 可是沒辦法 你們藍綠都沒有過半了 不然你這一席讓給我 他變成又可以玩幹港效應 所以民眾黨整個他的重要性 跟他的角色就是不斷的去創造 藍綠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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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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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也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為什麼尤錫坤跟韓國瑜 他們兩個 高度高下立判 尤錫坤人都還沒有去 投降書就先寫出來 降書 就先在臉書上說 你們的條件我都同意 但是更可憐的是 成要講 今天韓國瑜還沒有 我們只是談 我們願意 願意配合 結果 尤錫坤就案已經承諾修法 建立國會庭政 承諾第一會期修法 強化人事同意審查 承諾第一會期修法 強化立委利益迴避規範 還有這最可怕的是 朝向建立常設委員會 單一招委制度 然後說是用個人身份競表贊成 這個就是NO了嘛 NO了 這個像馬關條約一樣 每一條好 我都寫 你要白銀多少兩 你要割掉我幾個 這個 我通通 但是我最後要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 我不代表民進黨 我只能代表我個人 所以你寫這個樣子 又想拉票 你又沒有能力代表民進黨 你走進民眾黨的黨團 你代表誰 你就沒有任何底氣了 所以你看這幾個人 臉都很臭啊 也不是臉很臭啦 黃國昌跟黃珊珊 他們不是臉臭 他們是懶得理他 原來你沒有代表性嘛 原來你只有你自己這一票 而且這個完全是空投支票 你知道嗎 因為等他如果真的 當了立法院長 他根本不能提案 也不能表決 所以他的個人身份變成零票 他說不好意思 我是答應你了 可是我不能投票 所以你說你講了半天 僅以個人身份競表戰 然後就變成廢話了 就廢話 因為他的個人身份 到時候就不是立委 而是院長 他不能投票也不能提案 然後蔡其昌為什麼臉這麼臭 他明明講他是個人身份 就你就個人就好 你幹嘛在這封詳書裡面 把蔡其昌的名字擺上去 蔡其昌名字弄上來 你不是太是蔡其昌嗎 這一封詳書出來以後 每一個民進黨 甚至民進黨的名嘴們 全部都罵說不如他們的 然後結果蔡其昌就講說 我又沒有說答應 你裡面寫你個人 我也沒有意見 你為什麼要個人裡面 要把我們兩個聯名進去呢 那你有沒有問過蔡其昌 所以今天我覺得 尤錫昌就是敗相已漏 他已經在做最後一搏了 拉著老臉 去跟民眾黨說 不然這樣啦 我個人都答應你 你要我脫西裝 脫襯衫 脫外套 我都答應你 真壞看到 可是只有我而已 我們的黨都不支持我 那你說民眾黨 當然不會要有錫昌一票 還有有錫昌一票幹嘛 反觀韓國瑜跟這個江啟成 他們沒有答應什麼條件 他說國會改革我們一起來 那這個就是 大家有維持到基本的高度 可是他講了一句話 才是民眾黨真的要聽的 那些什麼改革 我說都是玩假的 不然講什麼 照顧小打 為什麼要照顧小黨 立法院裡面還有很多資源 立法院裡面的黨團的運作 工作費 立法委員的出國的經費 考察的經費等等的 這一些院長都有分配權 所以為什麼他改革裡面 前三項都提法案 最後一項莫名其妙 跑出來一個 定期公佈經費 他要知道你立法院的經費怎麼花 有沒有我民眾黨的一份 走 未來四年剛剛講的 柯P能不能東三再起 能不能在整個角逐總統寶座 看的是這八席 立法院的不分區的八席 能不能有關鍵性的一個力量 在這個當中講的 立法院院長就變得至關重要了 可是一般來講 柯建平講你這八席是廢票啊 你沒有影響力啊 可是當柯文哲今天出來 他居然講說希望藍綠政府院長 到民眾黨黨團表達態度 我在考慮這是誰 不然每天接很多電話 私下拜訪壓力很大 韓國瑜跟游行跟網路說 喔好 我要去 對 那不就代表他真的可以扮演 關鍵性的力量 誰當選要看我臉色嗎 沒錯 民眾黨這八票呢 到底是鑽石還是這個玻璃來說的話 二月一要當然就知道 不過呢 今天柯文哲出來之後 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今天他出來之後 已經注定了這八票呢 可能會變成是玻璃 為什麼 兩黨都要來看他的呀 對 你看一開始的時候 今天早上 他經過好多天之後出來 出來就說什麼 這個政府院長的候選人 如果你們要藍綠兩黨的 來我們民眾黨團拜會 那拜會之後說明金屬 我們在決定我們要誰 那說我們這個八個人是團進團出 他亮了一個牌 亮了一個底線就是 八票團進團出 然後你們藍綠兩黨 都來我們這邊面試 那就很威風啦 所以他出了一張牌是這個樣子 看起來好像是對對方叫牌對不對 那叫牌的同時來說的話 你知道 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 藍綠當然會出牌 可是這時候韓國瑜馬上就說 你這裡面我權衡局勢之後 我知道你的底線是什麼 已經被我摸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馬上就 韓國瑜馬上就跟進說 好 OK 我們在為了要促進 在野的這個大聯盟 形成的這個狀況之下 合作之下 我願意去跟你面試 你說這是一場博弈 對 博弈的時候 今天柯文哲丟了一張牌以後 是 韓國瑜是跟上去 對 跟上去的時候 柯皮講了看到這個 他一定很開心 你看 果然韓國瑜 還是要來跟我面試 但是第一個時間裡面 剪接一下沒多久 江啟成又緊接下來 又出了一張牌 這張牌是什麼呢 他就說 OK 我們目前為止來說 我江啟成呢 我當然是這次候選人 但是如果你民眾黨 要副院長的時候 我可以退選 那如果你們民眾黨 在院長的時候 沒有投遊席困的話 那我跟韓國瑜 我同進同出 所以等於國民黨 把這個底線踩緊 就是你只能支持我 如果你在院長沒有支持我的話 我們國民黨全部不要 我可以反過來在副院長 我支持你黃珊珊 所以等於是他 你說小啟成把這個底線踩死了 對 所以等於是他反過來 把這個票 把這個所謂牌 丟給了這個所謂柯P 柯P現在只能夠 國民黨這邊的牌就很清楚 就是只有韓江配的這個祝賀 沒有其他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說 今天看起來 柯文哲是一個主動 可是當韓國瑜開始丟牌 今天尤其關才會丟牌 大家要測試 要把你的原型也獻出來 你的原型到底是什麼 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的路線是什麼 你到底是要跟誰合作的 對 所以現在國民黨踩穩之後 那綠的這一邊呢 綠的這一邊 游錫坤當然也說 OK 如果我獲得這個提名的話 我願意去拜訪 可以願意去拜票的時候 保證你知道 綠的這一邊 立場也非常清楚了 為什麼 你看 游錫坤要去 照理說的話 民進黨黨團的態度是什麼 民進黨黨團馬上就發了 就是說 這是他個人的意見 他要去的話他可以去 緊接著來 鍾瑞雄說什麼 鍾瑞雄就說 如果你要去的話 你這個有點強人所難 所以現在等於是這樣 根據這一輪的 民進黨跟國民黨 連續出牌之後 你看 民進黨已經料定 你不會投我 然後國民黨料定 你一定會投給我 所以你看 你這八票 你是這樣看的 一定是這個樣子啊 民進黨已經把票踩 已經把他的立場踩清楚了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民進黨有把握 柯文哲可以把八票弄過來的話 那民進黨黨團對游錫坤 就不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是他的事情 他自己負責 好像跟我們無關 還有更重要的是你說 因為黃國昌已經把態度表現出來了 他在前一晚上的話 在這個直播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他絕對不會投給 民進黨的蔡奇昌委員 無論是他選院長或是副院長 我就講 在打牌的過程中間來說 你不要講太多話 那你一直在把你的底牌 露出來 露出來 亮出來 亮出來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知道 你的態度是什麼嘛 那其實以目前的 這個情形來講的話 當然今天人家問到這個蔡奇 這個黃國昌 沒有啦 那是我個人的意見 可是問題是 你漏出越來越多的線索的同時 同時之間 目前為止來說 兩邊的叫牌是不一樣的 國民黨的叫牌是直接跟你叫到底 那民進黨目前的叫牌是我沒有要跟 那要跟的話是他個人的意見 所以你要知道兩邊的態度 其實已經擺明了 民眾黨要投給哪一邊 其實兩黨都已經知道 你大概最後會投給誰了嘛 你說你都已經知道你的底線 對 你就是如來佛手心頭 像那個孫武寇 你轉軟軟去 你就在這個地方 對啊 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國民黨從態度從硬 然後變軟之後 然後現在又變硬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他的這個柯P最後的態度是什麼 其實民進黨跟國民黨 大家心中都已經有譜了 好 宇璇 可是這個時候大家有點困惑啊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現在民眾黨真的被看破 因為你的選擇非常有限嗎 你剛才講的是 今天你站出來 然後現在看來韓國瑜 韓國瑜馬上就說 我又一起見面 那不就趁了柯P的日益嗎 不就證明說他是關鍵少數嗎 那看起來是柯文哲也在出牌嘛 對不對 感覺他一直對韓國瑜叫牌 韓國瑜被迫回憶 其實錯了 韓國瑜已經完成了 他已經將軍他了 什麼叫將軍 這個就是將軍我們講 象棋裡面有一個陣法 叫雙炮陣 今天韓國瑜就是把這個雙炮陣打出來了嘛 各位你不要以為說 下象棋是我要將軍被吃掉我才輸了 沒有 你動彈不得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叫說你已經認輸了嘛 這是邏輯嘛 來 我們現在第一個講 韓國瑜有沒有回應他四大訴求 回應啊 韓國瑜四大訴求就說 好啊 我同意啊 對啊 那柯文哲是不是在出牌嘛 我還可以不在即投票 對 柯文哲 我還加上了這個何能 就是你要什麼我都答應你嘛 我都同意你嘛 對不對 但是他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他先做什麼 我確保我54票 票票入軌 我自己的底細做足嘛 我先把陣給布好嘛 因為孫子兵法有一句話說 纖維不可勝以待敵子可勝 也在打仗的時候 我先要立於不敗之地 我才能夠去求勝 對 韓國瑜的不敗之地 就是這54票我已經到手了 這時候他才開始處理民眾黨 才開始處理柯文哲 所以各位你仔細看一下 韓國瑜怎麼布陣的 弄到54票跟民眾黨談 四大訴求我同意 這是第一個砲 而第二個砲是什麼 剛好感謝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又在出招啦 本來講說四大訴求就好了 他現在跟你講不行不行 你要來說明 我們要受藥 我們要過過 好像來了面試 對 看起來是柯文哲 這個站進上風吃進豆腐嘛 那請問柯文哲有什麼好處 沒有嘛 沒有好處 當然他哪有什麼好處 我好像扮演關鍵性的少數 你們今天要來 你們都要來跟我面試 你們要來跟我面試 對不對 我要來出考題欸 政治是要講究務實的嘛 好處是什麼 招偉有沒有拿到 沒有 副院長有沒有拿到 沒有 通通都沒談 就只是說你來 給我個面子 好 那我就去賞光嘛 所以說 最後你還是一場call 最後你還是院長 副院長招偉 你什麼都沒有 但他有拿到一個東西 就是流量 柯文哲最愛的流量 今天搶進版面 但我講了 這個東西反而促成了 韓國瑜的第二步棋 就是把那個砲給定在那邊 所以現在對於柯文哲而言 好 我韓國瑜來也來了 四大訴求給你也給你了 請問他有說不的權利嗎 他也可以說不 但是他說不會變成什麼 會怎樣 變理外不是人嘛 就像你的六點承諾 簽了以後又跑掉 對嘛 丟臉的是你自己嘛 因為現在國民黨已經勢盡善意 所以各位你不要搞錯了 他是開一個門在那邊 你以為韓國瑜在讓 其實韓國瑜在攻 當我攻進去的時候 假的 我一步一步起班堵死了嘛 今天柯文哲他只有一個做法啊 我就被你將軍了啊 對不對 那好 如果韓國瑜也見了 遊戲會也見了 請問柯文哲有沒有那個底氣 跑去同民進黨 他要怎麼樣交代 可是偉翰一直講啊 一般的政治是一尺之外 就是黑暗 可是對柯文哲來講 眼皮之外就是黑暗 而且誰都可以撤 連偉翰這種老江湖 他說說他沒有看不懂柯文哲 你看不懂柯文哲沒關係 你看懂韓國瑜就好了嘛 韓國瑜現在他的底線 等到他見到柯文哲 跟民眾黨談完之後 他就只有兩種做法 要嘛我54票獲勝 要嘛54票躺在沙場 這個沙場上 要嘛你民眾黨願意來跟我來 之餘剛剛我們一直在講 為什麼是廢票 因為無關勝敗嘛 你如果真的要去投民進黨 對於我而言有差嗎 沒差 因為等於是你要放棄掉 非綠六成的選票 跑去做維護常理 跟民進黨合作在一起 但柯文哲其實根本沒有講 可是柯文哲就要講 你不要對我情緒勒索 我不怕這個東西 而且我們本來就是可以 季競爭又合作的啊 把季競爭又合作在選票 結構擺在那邊嘛 但柯文哲為什麼會去講這些 因為這不是他在意的點 他根本不在乎立法院 政府院長是誰嘛 保留我退一萬步好了 今天民眾黨拿不拿得到 政府院長 拿不到 拿不到嘛對不對 那不管或藍不管或綠 對於未來的議事 對他們提案有幫助嗎 沒有 對嘛唯一有幫助的是 招偉 是策略聯盟嘛 但至於柯文哲 他的重點不在於 這保留跟我們剛才一直在講到 他只是要流量而已嘛 對於柯文哲而已 你有沒有仔細看喔 今天我訪問一件事情 他召開這個叫做 立委政策方向研討會 對不對 那他有沒有必要在那邊 大張旗鼓 敲鑼打鼓 然後引來二三十家媒體 然後拍給大家看 這沒必要 沒有 他就私底下找他們來談就好了 他就這樣講 會叫的狗不會咬人 會咬人的狗不會叫 對你幹嘛要這個糟糕天下 哇來了 柯文哲來了 再來我再問第二個問題 過去在立法院所有的這些 我們講 立法院長的攻防 跟主導性跟議題的選擇權 是在誰手上 黃珊珊跟黃國昌嘛 那柯文哲在做什麼 柯文哲在天氣很冷寒流了 各位多穿一件衣服 他沒有角色沒有舞台嘛 還有他在否定期 對嘛 走不出來 所以你現在看懂了嘛 柯文哲為什麼今天要跑來這邊 拋出團進團出 拋出說你敢不這個團進團出 我就開除黨籍 事實上他唯一要做到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爭取美光燈焦點 因為他脫離鏡頭太久了 他覺得說整個目光的舞台 跟中心跟核心 通通都放在黃國昌 通通都放在黃昌身上 所以不是天氣冷 是柯冰的心很冷 對你仔細看 柯文哲今天很有意思 他穿著一件夾克 而且這件夾克是什麼 台北市長的夾克 誒真點 等不等看 這是柯文哲的夾克 這個是台北市的Mark 誒他把旁邊的左邊拿掉了 你知道原本寶傑哥左邊是什麼嗎 是什麼 誒左邊是台北市長 柯文哲 是喔 他現在不是台北市長了 所以柯文哲有 他還在穿台北市長的衣服 你也有焦慮感嘛 黃珊珊有沒有角色 有啊 未來搞不好是總召啊 對不對 未來搞不好是 這個政府院長的候選人之一啊 而每個人都是立法委員 裡面只有一個人沒工作 誰沒工作 柯文哲 就柯文哲沒工作 所以對於柯文哲而言 你們這些人好壞關我什麼事啊 重點是我已經好久沒有被關注了 所以只能怎麼樣 喔 所以拿掉的那個 空白的地方是台北市長 台北市長啊 就這個貼紙 他沒有地方可以貼 是假的 對 他是內心空虛嘛 就我現在沒有角色 都被你們笑說 我要去大安申請公園當遊民 所以我才能再度 把我台北市長的夾克穿起來 跑到這邊 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角色 他要的是舞台 他要的是美光燈 所以對於韓國瑜即便殺招進出 他也根本不在乎 反正我只要流量蹭到了 我什麼也不用換到 沒關係 直到2月1號之前 我不能讓黃珊珊 也不能讓黃國昌 成為唯一的焦點嘛 所以今天還有一個細節 保力哥很好笑 黃國昌回應了 黃國昌回應說什麼 回應說他針對這個什麼 他的建築物有沒有要拆啊 罵賴心得啊 然後你知道柯文哲 做一個動作多有趣嗎 跟他搶麥克風 黃國昌剛講完 然後麥克風還拿在手上 記者還要繼續追蹤 說來來來來 我忍不住我要講一下 你賴心得賴皮疗猜了沒 他說哎呀我想要補刀 我真的受不了 他受不了每一個議題 我都需要存在 他這個動作非常清楚 是他只有站在綠的反對面 他才有力量啊 而且他要講一個重點 他說未來我就等著看 黃國昌能夠跟柯建民兩個 逗來逗去我要吃瓜子 那我就問既然你都已經 假定這個前提了 你有辦法立法院票投民進黨 然後呢 那黃國昌再去跟 跟民進黨在那邊互槓嗎 邏輯上根本就行不通嘛 好我看你最喜歡從這個 細膩的地方去探究 整個政治人物的心理 今天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他明明知道很多人會來看他 他特別穿上台北市政府的 這個所謂的制服 而這個地方過去是台北市長 他這個真的有他內心的反應嗎 還有雖然你常常說 你自從六點協議之後 你看不懂柯文哲了 可是他今天為什麼要出來 他再不出來的話 他沒有存在感 沒有存在感了 他現在就是這巴西立委啊 所以顯然他以後上班的地點 就是他的台胞辦公室 然後呢跟這個 黨團 對 民眾黨的立院黨團 所以他跑去立法院黨團上班 但是如果他每天跑去立法院 黨團上班我覺得會好 為什麼 因為就不會有雙簧誰是頭的問題 黨主席就坐在那邊嘛 他直接掛立院黨團主任 主任 對嗎 安德柯華 對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本來要蔡碧如去做 那個缺他自己來做了 沒有 立院黨的主任 不可能讓蔡碧如去做 現在基本上 形同在做這個工作人 就是黃珊珊 因為他現在目前 保潔哥 因為四年前 民眾黨有五席立委進來 不分區嘛 就是當時的蔡碧如 然後這個 邱成員 都紅愛 邱成員 那所以黨團 基本上 黨團的存在是這樣 現在目前整個黨團 到底誰是頭 這點很重要 那現在看起來黃珊珊是頭 可是黃珊珊是頭 黃珊珊他在立法院的 相關的這一些 包含議程 包含提案 包含立法院的這些流程 他不會比黃國昌熟 黃國昌當了四年立委 對 所以到時候 就是很可能他們兩個到底 如果他們意見一致沒問題 如果意見不一致就麻煩了 意見會不一致嗎 如果不一致啦 如果不一致的話 重點在於他今天來喊牌 他今天來 他是來喊牌的 展現他的存在感啊 誰要當立法院長的人 來我們黨團 說服我們才投給你嘛 所以他就要扮演關鍵少數啦 那他的關鍵會告訴你 就是說什麼四種五種投法 沒有啦 我們就是團進團出 而且他今天嗆聲 只要有人敢跑票的話 立刻開除他 開除他後面定不上 你就沒有立委了 那所以這八個團進團出 到底是投藍還投綠 我們其實也分析了一個禮拜了 重點在於 剛剛寶吉哥在問我 我們在開錄前 我跟寶吉哥講說 我不是節目效果這樣講 我今天在這邊 真心的跟所有 關鍵時刻的觀眾朋友講 政治眼前一寸間是迷霧 遇到柯P 眼皮以外都是迷霧 你看不懂他 看不懂就承認自己看不懂嘛 不要在那邊假裝自己很懂 要猜他會怎麼樣 我跟寶吉哥來講 照理一講 我早就已經分析過了 合理的做法就是投自己 我既沒有投給民進黨 我怎麼可能投給民進黨 我以後要監督民進黨的 民進黨會有個行政院長來對不對 我還要大小聲拍桌 太離譜了 那結果我去投給民進黨的院長 這很怪 因為 而且你在 這個是一個政治性的合作 政治議題的合作 就代表你的立場跟原則 所以如果我們簡單這樣講 應該大家觀眾朋友 沒有什麼意見嘛 就是應該是要監督民進黨 因為他執政嘛 你是在一黨 你不監督執政黨 你怎麼會有力道呢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應該 照理講不要投給游錫坤 可是呢 你又不想投給韓國瑜 那很簡單 就是通通投自己不就好了嗎 可是這件事情 為什麼搞到後來 現在又要跟大家講說 來來 我們來 來談一談以後 變成他想要讓外界覺得說 你們誰想當院長 得過我這一關 對不對 這個就這樣嘛 我決定嘛 我是決定 立院長的副院長的 這個關鍵少數 對 所以關鍵的少數 重點不是少數 是關鍵 我能決定 誰是立法院長啦 可不可以今天想要傳達這個意思啊 可是藍綠都有 秀到這個味道 民進黨特別有警覺 民進黨的黨團 馬上發出一個新聞 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誰來選 當然就是游錫坤跟蔡其昌啦 那但是為什麼說不知道 因為在29號要經過一個流程嘛 他們開黨團會議的時候 再來決定 然後呢 再由那個我們民進黨的 立法院長的那個參選人 去拜會 法杰哥請注意喔 是拜會 我今天當然要選院長 我各黨團都會拜會嘛 四年前 國民進黨選的是賴世保 民進黨是游錫坤 他有沒有去民眾黨跟時代力量拜會 有 有啊 因為我當院長 我需要 可是他需要去拜會嗎 四年前他不需要去拜會 因為民進黨六十幾席啊 可是他有沒有去拜會 有 所以我當個立法院長 我禮貌性去拜會 現在票數51席 沒有辦法直接獨立的當選 但我還是要去拜會 可是你不能把它弄成是什麼 就是老柯講的 你失色行堂啊 我要進來以後被你考核 你八席可以考核 我們51席憑什麼 所以呢 游錫坤今天也講了 等到我們黨團過了以後 提名我的以後 就是確定就是 讓我去選院長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拜會 可是院長拜會各黨團 是因為以後我是大家的院長 我並不是去那邊 跟你拜託 請託 然後還在那邊 就是有求於你 民進黨不會接受 游錫坤去那邊有求於他 反過來 韓國瑜這邊也是一樣 他直接告訴你說 我們願意去拜會 可是馬上補上一個 就是 江啟成 對 江啟成他的臉書 很簡單 我跟韓國瑜 韓哥 同進同出 同進同出 我在這最後時刻 我還是告訴你 我可以退 所以民眾黨如果願意合作 韓江不行嘛 就是這個韓江不行 我還有韓山啊 我可以往山上爬 韓國瑜黃山山啊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們現在馬上談成 但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也不要在那邊搞什麼 第一輪投給游錫坤以後 讓韓國瑜當選不了 不用想第二輪投給我 我一定立刻宣布棄權 也就是把他的底牌獻出來 就希望民眾黨可以投 藍綠都希望民眾黨可以投他們 可是呢 民眾黨或許 他最後不會做這個決定 如果民眾黨最後都投給自己的話 保留他的尊嚴跟面子 但是呢 最後韓國瑜會當選 從黃國昌最近的講話 還有他今天的動作 是 感覺黃國昌跟綠 已經勢不兩立了 而且我覺得這是演一場戲 演一場戲 要找一個所謂支持綠的 這個藉口是什麼 你看 事實上最早最早 舉出所謂的 反這個綠的大旗是誰 就是這個蔡壁如 你看蔡壁如都說什麼 你看 他說 我跟這個蔡其昌 在海線戰道 你死我活 你還要支持他嗎 所以他就講了 他其實是最早講出這樣 其實後來 最早發難的是蔡壁如 緊接著下來是黃國昌 黃國昌就講了 他就說 他在這個館長的直播裡面 細數師大什麼 他沒有改革啦 然後從他主持會議的這個問題 然後這濫用權力 但第四點最重要 他是新潮流派戲的人 但他講那麼多 往前面上 他跟這個蔡其昌 如果你仔細看 他跟蔡其昌之間的恩怨 其實他細數才幾張四點 也沒有多嚴重 而且韓國瑜跟黃國昌 兩個擁抱 需要有多大的意義 從這張照片開始看 兩個人以前 是勢如水火 是你死我活 如果我要把勢如水火 你死我活的敵人 來擁抱的時候 代表 另外一個敵人更可怕了 沒錯 那韓國瑜跟黃國昌 兩個人本來就是 勢如水火 這像前一陣子的時候 這個柯文哲問到說 他們兩個互相的時候 他說我很難想像這個畫面 今天讓你看到這個畫面 還抱在一起 而且他們兩個還抱在一起 還很開心的 這樣抱在一起的這個畫面 好那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有點似是而非 或著視金飛的感覺 因為第一個 你看這是2020年的時候 你看 這個黃國昌當時 你看2020年 他說 我站在這個西羅大橋 殺死的這個 西羅大通殺死的這個舊子 我靜靜地告訴自己 如此腐敗的政治 必須徹底掃蕩乾淨 他當初講的就是韓國瑜 就你知道 你現在居然跟他抱在一起 所以人家就 有人在這個網路上 當然就說 I could so tough 不過你知道 他跟韓國瑜之間的 這個怨恨這麼這麼深 兩個居然能夠合在一起 我們就講 能夠讓兩個水火不容忍的 合在一起 是因為有一個更大的敵人 更大的敵人 顯然就是綠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從這些動作 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至少在立法院 這一局來說 絕對會跟綠軍 站在一個對立面的狀況 所以說 現在大家都已經把武器準備好 未來四年 不有無寧日嗎 當然 我們就要講 事實上這一次來說的話 黃國昌也拋出所謂的 單一招委這件事 你看單一招委這件事 你就可以看到出來 國民黨目前是沒有 對這件事有任何的反應 但是你看看綠軍 綠軍的反應 是完全都是反對 從來 這個今天的時候 這個游錫坤 跟蔡其昌 他們丟了一個文件 就是說 我們回應你 那游錫坤只能說 我是用個人意見 可是你注意到 從下午開始 這個所有的政論節目 綠軍的所有人 幾乎都完全都來罵他 也就是說 罵游錫坤 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做 甚至還有人說 游錫坤你戰力太弱 搞不好 你如果沒有選 他就辭職 你就知道 現在民進黨的內部 其實他們某些聲音 他們也不要跟民眾黨 如果你這樣要求 我也不要跟你們做 無法忍受 無法忍受 所以他事實上 現在整個氣氛 已經非常清楚 相較於下午 你可以知道 游錫坤去跟蔡其昌 去這個下午 跟民眾黨拜會的畫面 你對比上午 他們跟國民黨之間的融洽 事實上 這個民進黨 跟民眾黨之間的關係 是有點冷冰冰 那就連最後人家說 要不要學上午 這個蔡其昌 跟這個黃國昌 兩個抱一下 蔡其昌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只跟老婆抱抱 我們握手就好 你就知道說 那個氣氛 其實你看也看得出來 民眾黨的路線 其實已經相當相當明確了 懂得 但我們大家今天 都注意到 黃國昌擁抱韓國瑜 而且 李文鮑� 等於說 兩人過去是水火不容 兩人過去是死敵 竟然可以進去前嫌 代表一個更大的敵人 而這個更大的敵人 民進黨 一定會受到 這兩個人 極大的挑戰 你說沒有 更可怕的是 今天賴清德 也知道他的處境 所以賴清德出手了 賴清德出手 非常恐怖是 他直接挑戰清廉 挑戰什麼清廉 他連蔡英文政府的清廉 都敢質疑 如果 他連蔡英文政府的清廉 都敢質疑的話 那他的刀會殺在哪裡 這個反貪腐的路線 會攻到什麼程度 接下來 會整個天翻地覆 血流成河嗎 賴清德當選總統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退出新潮流 退出新潮流 換言之上 他又準備當民進黨的 全民進黨的總統 準備當全民總統 那他當全民總統的 唯一的政績 在最短時間 是520之後 就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情 就是反貪腐 那反貪腐來講的話 一定是前朝貪腐 他會抓嗎 當然百分之一百了 但是一定要殺全朝 所以他現在講的 他現在講的 就是民進黨 他有講別的黨嗎 沒有 他每出現一件 他講總統 蔡英文的政績非常好 但是民進黨 仍然遭遇相當的困難 這其中的原因 沒有特別留意 創黨精神 創黨精神 清廉 情政 愛鄉土 對 然後後面講的 更簡單 每出現一件 牽扯到青年的小事情 就會減少一分力量 完全就講青年 沒有談別的 對 沒有什麼所謂愛鄉土 都不要談 就是青年是他的第一項 最要緊的一個執政目標 對 換言之上 520之後就開始就砍了嘛 就先搞青年嘛 所以說如果青年的目標 還繼續背在他的身上的話 他翻不了身了 對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 而且青年是他的包袱 在選舉中間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包括新潮流給他帶來的包袱 他也背負了這個 背負到他現在這個選票流失的事實嘛 所以這個他通通要翻轉的啊 所以他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不把他快點 快速在他的短時間之內 把他民調拉高 七年的趁機做出來的話 對 你認為他是四年好選嗎 不好選 很困難嘛 所以他一定要大幹嘛 可是他敢嗎 他走 賴清德在台南的政績裡面 他在抓這個反對 用司法上去 他的對手跟他司法上去 你說抓李玄教 李玄教 包括議長這個郭信良 通通都是司法 包括他現在 我都認為說在台南 就會是第一個示範區 台南可能會先動手啊 台南我聽到消息 台南會是第一個動手的目標 你說台南接下來會新封學域 當然新封學域 前岸因為選舉而耽誤的案子 現在會重新啟動 對 我認為在這個目前四個月當中的 空窗期 台南就會動了 那當然一定是前朝的一些的弊案 對 前朝的弊案他非動不可 他如果不動前朝的弊案的話 他等於蓋花承受你知道嗎 蓋花承受是變成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到時候我下一次選舉 我就拿來打你啊 對 所以他不可能去蓋花承受前朝的弊案 然後當然第二個更重要的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弊案 他會打台北市政府 當然打台北市政府 他說柯P在去年12月8號 接受這個蔡壁如的專訪的時候 對 就宣布過啊 他說如果我選輸的話 賴清德一定會清算啊 所以柯P就自己講了啊 所以前兩年監察委員針對金華城提出了糾正 那只是一個起承報警告 我覺得全面性的 而且他現在有兩個問題了 第一個柯P他挑戰了賴清德四年後的總統 對不對 那白綠票本身的重疊性太高 同質性又太高 這個就是他匹夫無罪 懷避其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黃珊珊又宣布說他兩年後 他要參選台北市市長 馬上要挑戰到這個蔣萬安的這個權力基礎 那蔣萬安本身會以本身的利益來講的話 那蔣萬安的個性上也不可能去袒護你這個 前朝的弊案嘛 這兩個都不合理嘛 所以藍綠都會殺 藍綠合作起來會殺柯P跟黃珊珊嘛 所以黃珊珊今天跑去跟這個 跟韓國瑜 跟韓國瑜講 所以你的人不要打我了 國民黨人不要罵他嘛 國民黨不是罵他 國民黨是要頒他老底啦 好 那另外一講 其實有一個等於日本的媒體人 野島官他其實對台灣非常熟悉 他跟民進黨也非常驕傲 他直接講 他特別談到了柯文哲現象 在台灣柯文哲現象的時候 他說大家都以為說 這一次的選舉是美中台的關係啊 兩岸關係他沒有 他來觀察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支持 他說因為年輕人對生活 對經濟 對民進黨的腐敗 對土地的正義 還有候選人的支持 都無法忍受 這個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看法啦 其實這裡面真正的關鍵變化 還是在藍綠本身的這個 對年輕人的這個隔膜啦 然後還有一個就在技術性來講的話 在技術性來講的話 柯P確實他花了很多錢 在所謂網路上面的佈局 包括連抖音 這個關鍵人 因為抖音是民進黨不準時運用的社交媒體 不能碰 所以柯P就大量運用抖音 那國民進黨來講的話 根本沒有用抖音的條件 所以很多剛好複雜在一起 然後還有在蓋牌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柯P今天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東西 就是欺騙 誠意的問題 他用欺騙的方式取得這些選票 如果他用正確的資訊的話 他拿不到這個票 他騙大家說他是第一名嘛 所以才造成很多人誤導年輕人投票給他 其實這是選舉技術的這個結果 但是結果會怎樣呢 結果有改變了選舉的最後結果嗎 沒有 沒有 所以四年後也是一樣 他仍然是扮演一個 就是說程式不足 敗事有餘的角色 但這個角色 那是你沒有機會嗎 沒有 完全不可能 還沒有機會 而且他扮演這個角色很糟糕 就是害人害起了以後 還招致到今天賴清德 對他的這個眼紅技術要追殺 就是惹禍上身的主要原因 賴會追殺 因為他欺騙嘛 你用騙的方法嘛 如果你用正大光明的方法來選的話 我就是第三名第三名嘛 賴就不會被 賴的票就不會被那麼大量的流動嘛 你用正當的手法來選舉的話 賴不會追殺他嘛 你為什麼騙人幹什麼呢 所以欺騙是一個最壞的 一個神人共憤的一個事實 宇宙 今天民眾黨 跟韓國瑜的這場會面裡面 真的有一個非常突兀的場景 是講著講著 黃珊珊突然跟韓國瑜說 你們國民黨的人不要再打我了 不過因為這個東西 是突顯出黃珊珊的焦慮感 焦慮 我先問原本今天 這種在野敗會的大戲 應該是由誰來主導 黃珊珊不分區第一名 過去都由他主導 結果是由誰要主導 黃國昌 對你知道為止 黃珊珊還在臉書上PO一個現動 你知道他要幹嘛嗎 他就是這樣比 比 他擺這個 怎麼比這個有什麼意義 他的意思是說 我是指揮黃國昌 是我叫他去迎接的 他還想要電腦啊 那為什麼他要去電腦啊 各位你看就是這個畫面 黃珊珊在那 比他 他說你看手這樣揮 他說來國昌去 國昌去 他要證明什麼事情 他是老大 我還有控制權 各位你不要誤會了 但為什麼他要證明自己有控權 因為他內心很焦慮 焦慮什麼事情 我們在會議上就看到了 原本會議寶就跟這要討論什麼事情 他說國會改革嘛 四大訴求嘛 五大訴求嘛 有沒有 有 江啟臣也討論國會改革 連張祺凱都討論國會改革 連林毅君連聽都沒聽過 大家都在討論的很熱絡 黃珊珊不發育 他沒有參與這個過程中討論 結果呢到最後關頭 他才忍不妨冒出一句話 說韓國瑜委員啊 可不可以麻煩你約束一下 你們國民黨的委員 不要再攻擊我了 攻擊我了 這太針對性了吧 不是 那個話題裡面 根本沒有雙方兩個政黨的攻防 他突然冒出這一句話 大家把人家想像當時的畫面 現場畫面是什麼 大家都在大笑啊 哈哈大笑 氣氛融洽 開玩笑 你農我農的 現場很熱絡 就你突然丟出這句話 就什麼 完全冷場的王嘛 結果韓國瑜你知道怎麼回應他嗎 說哎呀 珊珊啊 這個你委屈了 你辛苦了 哎呀 你這段路程 我經歷的比你還多 像我過去你看 被這個黃國昌修理成這樣子 那黃國昌還很高興 哈哈大笑 笑得滿臉通喔 那我們就反問啦 黃珊珊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 拋出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丟出來 因為他已經發現自己 玩過頭了嘛 他先前一直在打國民黨嘛 這是標準的打人打Q人嘛 我先把你打 把你摸兩軍 就是你跑過來要回擊 我說買啦買啦 先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時空環境大不相同了 我們先搞清楚 黃珊珊現在最害怕的是什麼 是我們剛剛談到的 賴清德要去打攤 賴清德要清廉 以及國民黨所有人都把矛頭指向他 說是藍白破局的戰犯 是小綠 是小英女孩 是促成在於整個失敗兇手嘛 這件事情黃珊珊解決了沒有 沒有 他原本為什麼不需要解決 因為原本只需要跟一個人負責 這個人叫誰 柯文哲嘛 他為什麼要去做這麼多奇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要撕毀六點生命 為什麼要當鷹派 為什麼要跟小姐姐不斷的攻擊 找各種戰犯 從媒體到政治人物 各種場域都是他的敵人 為什麼 因為他展現自己 我才是你最忠誠的護衛軍 柯主席我永遠效忠你 我是你的鷹派 而其他人等都可能是滲透 都可能是間諜 所以我為了主席 我誰都可以殺 當然嘛 這是展現忠誠 鞏固他權力核心最好的方式 你說柯文哲有沒有信他 有 信得扶扶貼貼 姍姍說了算 當他小弟了沒關係 但現在出現一個大問題啦 那柯文哲去了哪裡 保安哥我們今天討論了一整天 柯文哲去了哪裡 沒有他的畫面 在整個立法院議事工坊 這個最重要 大家講的議論會龍頭的時候 他卻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主體性很重要嘛 主體性現在就是不分區委員 那柯文哲是什麼工作 有大安森林公園 他午夜遊民嘛 他沒有工作嘛 所以他才會穿著台北市長的背心 很害怕自己沒有角色嘛 所以這種情況像 黃三三自然而然搞清楚了 如果說柯文哲拍板 未來立法院主戰場 確實是藍白河 要反綠 這個非綠陣線 要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請問他的角色定調 乾不尷尬 尷尬 他未來 欸 這不是院長的問題啊 韓國瑜通過之後 請問招委民眾黨要去拜託誰 韓國瑜要去拜託誰 國民黨 請問未來在提案 法案共同意識工坊 要去找誰 國民黨嘛 林肚嘛 你其實認國民黨當大哥了嘛 你以為國民黨是塑膠嗎 當然不是啊 你今天還是要透過韓國瑜去跟黨團溝通磋商 才有可能促成去提到你要的案子 才有可能促成去讓你的招委 能夠拿到一席兩席嘛 所以這時候黃三三需不需要他的角色 不需要啊 他的定位變成什麼 變成是累贅 變成是阻礙了嘛 所以黃國昌笑得很高興嘛 而且搞不好還變成眼中丁了 所以你才懂了嘛 欸今天不只是黃國昌欸 連陳昭之都加入反綠了欸 陳昭之說什麼 說 哎呀對比傅昆吉把我們秀名不贏 哎呀民進黨都不是有門不理不睬 我跟你講啦 不要以為講那些什麼護台言論就能收買我 他臉書上寫的啊 說你們展現了十足全力的傲慢 連陳昭之都反了 陳昭之跟黃國昌聰明嘛 轉得快 他們看得懂嘛 他們現在是什麼政黨 民眾黨了 已經不是以前的 也不是陳衰扁了 也不是民進黨 也不是時代力量 在民眾黨就要做民眾黨該做的事 而民眾黨最大的利益是什麼 反綠才會有最大利益嘛 所以兩個人你看為什麼今天韓國瑜左右互訪 兩TT兩個人都叫他旁邊 叫我 他們搞得清楚狀況嘛 所以那這時候黃三三該怎麼辦 他沒辦法 他尷尬只能趕快跟韓國瑜拜託 先處理他跟國民黨的關係 請求國民黨委員不要再打我了 勞過我了 放過我好不好 他這句話是不是真心實意 這跟以前黃金慧差別最大差別的 以前是雨帶動賀耶 是你需要我耶 現在是我需要你 喔啦 這個國瑜委員 幫我處理一下 不要再攻擊我了 但講白了 請問黃三三現在想要洗刷 想要洗白 想要轉向跟國民黨合作 容易嗎 國民黨不會相信他的嗎 當然不會 第一個就欺負他 第一個就處理他 因為他小英女孩跟民進黨色彩 太濃厚了 很難去解決嘛 所以你仔細觀察 今天不只是國民黨 包括連蔡吉昌來 游西昆來 他也沒給好臉色 所以黃三三現在已經開始在做角色轉換 角色調整了嘛 但我就講了 已經為死已晚 快樂 你也是老江湖了 你也是看見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瘋瘋瘋瘋瘋 你說你會看到了韓國瑜擁抱黃國昌 而且兩個人的表情 連你都嚇到了 對啊 這兩個原來是世仇 從2020打到現在 黃國昌一直是綠的代表 然後深綠代表 一個是深藍代表 那個不只是什麼 相逢一笑 閩恩仇這樣子 對 他不是私人恩怨的 結果兩個人今天這樣子抱在一起 韓國瑜那種爆法 那個是喝完酒以後 你是我兄弟啊 那個整個抱起來 光到海碰到孤政府 講的那句話 杜敬傑伯兄弟在 相逝一笑 閩恩仇 對 他們現在那個狀況是這樣的 而且你沒有發現 那張照片裡面其實很驚人 尤其跟下午的這個 對比 對比 你看旁邊的黃珊珊 張祈凱 好 大家都笑得多開心 那個是黃珊珊跟張祈凱 這兩個人他是藏不住的 我們認識他們那麼久了 這兩個人的表情是藏不住 你看他下午的那個跟游錫棺的照片 對 就是很僵硬的 抱嘟嘟那個 對 所以就行禮如遺 然後那個早上有國國報 下午要不要有蒼蒼報 那蔡奇商都說不用了 我只抱我老婆 對 我只抱我老婆了 那所以這個方向其實就是民眾黨的定 這個方向 你覺得是定了 在這一局裡面 大概已經八九不離死已經定了 那沒有對外說明 其實大家都在裡面在玩說是反綠 還是反藍 還是什麼東西 其實他就是做一個場 然後過一個場了以後呢 最後拍板定案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還是在後面操控一切 那黃珊珊他代表的叫做柯文哲 他一直忠心耿耿 那代表的叫柯文哲 也就是說黃珊珊在這一局裡面 那他要扮演的角色不只是甄嬛 那柯文哲身邊 我是你的寵妃 我是你最疼愛的人 NO 他叫做富豪 我還可以幫你大三 幫武丁幫你國王大殺四方 去滅鬼方 那結果 所以我是你的御前戴刀是比護衛 對 我還是不但是親信 然後我還這個是 可以幫你大殺四方的將軍 那他想要辦的是這種角色 可是這一仗並沒有成功 那黃珊珊其實是 要幫柯文哲背很多的東西的 所有的指責到他身上去 我覺得他 以他對於自己的那個民生的要求 那他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也就是說黃珊珊其實是很珍惜羽毛的 你說他今天跟韓國瑜講的這個話 真的是充滿壓力了 充滿壓力 而且他說 我們兩個黨既然要合到一起作業 你們的人什麼林濤啊 什麼每天對著我修理 這樣也不好吧 那他其實大概的意思是比較是這樣子 是既然要合 大家他就要求合 那就是說兩個黨既然要合作的話 那他才會提出這種要求 那我這樣子講好了 就是說黃珊珊她在這一局裡面 有一點冤啊 這我老朋友幫她講一點話 老朋友要講 對 他有一點冤 什麼叫冤呢 通常是這樣子 那個我們中國的政治裡面 都常常在講清君策 對 軍王旁邊有奸臣 寧臣 小人 全臣 對 然後清君策 好像因為不敢罵地獄王 不敢罵那個軍王 其實沒有昏君拿來寧臣 這個我講時代話 這個事情呢 是一個最明顯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黃珊珊在內外的 交折的這種壓力下面 他快承受不住了 那所以他現在在跟國民黨求和 在跟外面的人求和 他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稍微平息下去 能夠喘口氣 要不然的話 他這個事情沒完沒了